為什麼美國人一定做不到這件事? 他們可以怎樣解釋給兒孫聽 為什麼在19世紀、20世紀 西方國家就差不多控制全世界 到21世紀之後 突然間似乎被東方國家留下主導地位 為什麼? 因為人類社會裏面 每件事都需要變 包括政制 當他們解放出來 從黑暗期走出來之後 他們開始搞民主 開始尊重知識產權 開始利用化石能源 所以他們突然間經濟突揮猛進 進入工業時代 在那時候中國跟不上 於是再到中國跟他們再見面的時候 中國又被他們打得片體輪傷 事而世易 現在這個民主政制這個體系 已經去到一個腐敗不堪的地步 除非他們可以換到他們的政治體系 否則現在他們的末路只會繼續 而不會扭轉 第一 他們要搞選舉 要民主政制 於是會是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 當這些多黨輪流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以前的黨所做的事情 就用自己方法去執行 於是把事情搞得到不湯不水 要自己一 第二 當別人在執政的時候 自己有什麼好竅就不會拿出來 因為怕被人用了 而別人的好竅就盡力破壞 不要讓他們造成 以便削了自己未來執政的機會 在這個輪體之下 你的國家最好的人才 並不夠拿出來一起去發展這個國家 而在現在的中國這個情況之下 一黨專政 國家可以集中在所有的人才力量 去一起想怎樣為國家推進的下一步 而這個計劃一定下來之後 五年計劃好 二十年計劃好 當你計劃經過足夠研究定來之後 政府的責任就是執行 而不會將這個計劃作以破壞 因此的進步速度 就遠遠比現在用輪流執政政黨制度好很多 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現在西方他們 在過去做了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特點就是 那些資金就會聚在一起 越聚越大 富可敵國就這樣 而當然這些公司要能夠維持競爭力 當然就要繼續不停地創新 所以他們現在靠這些公司的創新能力 你都維持著他們的富強 而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公司 無論你多創新都好 如果你的財務管理 即你的 cash flow 現金流不能夠維持的話 不論你的公司有什麼好的計劃 你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只要你一斷了現金 你公司就一條破產了 換句說話說 這些公司當作創新時 只可以做一些小的創新 一次跟一次 一次跟一次 小步去創新 而每一個創新 有機會成功 有機會失敗 你連續開大 你最多開十次 十一二次 你總會開一次小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的現金流就斷的話 你公司就急急可危 就被其他公司吞掉 但是 在一個混合 由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 合作情況之下 就有一個不同的變化 國有企業基本上 不用擔心現金流 政府印錢給它用 現金流不會短 因此 他們去做一些很長時期的投資 而當然這個投資 不一定要通過 國家企業來做 可以通過國家支持 這些研究機構來做 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 一個強勢的政府 政府可以將一些資源 推到一些有用有利國家的地方 當然 很多人 這個專政政府有一個大的缺點 如果將全國的人力物力 全部丟到一個錯誤的計劃裡面 例如文化大革命 或是大躍進 當時搞了一個人民公社 完整完整失敗 終於要放棄 現在回復農民的自己的負責 自己的負責 合作社搞不行 合作社這個概念不行 但當時因為整個全力 全部丟進去 結果全國引致很大的飢荒 這是一個危險 但這些危險 現在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將這個危險削到最少 就是你每一件事 在小地方先試過 試驗得了之後 才大力推廣 換句話說 你要不停地創新 而創新出來 有好有不好 你怎知道好還是不好 最重要都是仍然鄧小平那句 黑貓白貓 捉到老鼠就好貓 你要真的去試 放在真正的地區裏面試 試到可以 然後慢慢慢慢推廣 亦都不可以急 但這樣總比 多黨輪流執政的時候 互相拖後腳好 現在我們很簡單見到 香港和深圳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香港回歸之後 不停要搞選舉 全民都政治化 不是沒有進步 只是它進步 不夠隔離的深圳化 如果現在還叫我支持民主選舉 我說你傻的 你沒有獨通歷史 你沒有獨通政治 獨通政治 是包括你明白今天的政治制度 以及政治裏面的優劣點 缺點在哪裏 現在我和大家分析了 現在西方民主的缺點出來 兩件事 民主選舉 政黨一定要拖對方後腳 拖另一個政黨的後腳 無論你是執政還是非執政 都是這樣 所以你的進步 怎麼都不夠一個強勢政府大 第二 是一個純資本市場 如果國企沒有在這裏 這些公司 一定要考慮現金流 如果現金一斷 幾好計劃都沒有用 都會被人收購 但是有國企 國企不用擔心這件事 所以在這方面國企有好處 而同時政府也都需要 放大量的資源 去給一些基層的科研 讓科研可以帶動國企 帶動國家 這個現在只是中國正在做的事 這個不是最好的政制 但現在這個政制很明顯 跑贏西方的民主 資本主義的政制 將來會怎麼改 大家不知道 可能要一二八年之後 人們才發現 這個政制都不妥 要再改 那時候再算 但目前來講 中國現在行的政制 可以說非常之有競爭力 為什麼我們不拿一個 有競爭力的政制套在香港用 要換一個已經知道 殘破不堪的舊政制套在香港用 為什麼還要叫有雙普選 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辦法